阿里爱动物 这本书是王丽鳳所写的 而公仔呢 就是王志文画的 你猜一下阿里是一个怎样的人 看下他头顶上面带着些什么 是一只小雀 和他身上的羽毛来的 咦? 为什么后面有只小狗好像很惨地追着他 前面又有一条好像受了伤很不开心的蜥蜴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国家里面 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 城市里面来了一个流浪汉 看下他身上那些衣服多舊 多破烂 他常常都嘻嘻哈哈 好像在唱一首歌 但是又不知他唱什么 没有人敢靠近他 不过就有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朋友 偷偷挨近他的身边 竖起耳朵 听下他唱什么 原来他是在唱一首这样的歌 歌词的内容是说 阿里是一个亿万富翁 臉圆圆 白到好像洋葱 那么白 身材 就好肿 好像一个不到翁那么肥 他走起上来 普通普通 又吵 又有威严 又霸道 所有人都好怕他 他的仆人 全部在他经过的时候 都要向他鞠躬 这个肥阿里好奇怪 他什么都不喜欢 但是当他见到真琴二兽的时候 他的眼睛就会 咛咛咛咛的发亮 心花怒放 就好像 现在你看到 他对眼变了心心一样 他好爱 好爱 这些真琴二兽 他说 只要是世上少见的 人家没有的 不管多浅 要多困难 才可以得到 你只要说得出 拿得出来 给我 我整间房的珠宝 就任你选 他很骄傲地说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动物 是我没有见过 没有捕猎过 没有养过 又或者没有吃过 我什么都见坏了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吃得多开心 我帮他 他灭bes 这些面鱼 还有一只大北极虹 站在窄面 门的两条柱 就是用 六的大巨角 而制成 他花園里面还有几只新英格兰的虫鸡 不停在那里咬咬咬咬咬 你看看阿里 他睡着的是一只死老虎 再没有人可以比阿里更加骄傲 这日来了一个老虎翁 对着他家门直冲 又叫又叫又鞠躬 他说 阿里大人你听着 我有一个天大的消息要报告给你听 南边那里有个小岛是很奇妙的 整个山谷都充满着怪兽 好开心的 阿里就立刻抓住那个人的手一路吞一路咬 快点告诉我这个岛在哪里 我现在就立刻准备好船 然后你就可以任意在我的库房里面 选你喜欢的财宝了 阿里就叫了所有 可以帮到手的人上他船 有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秋葛灵敏的大猎狗 和阿里自己 他跳了上船 羊起饭 咕咕咕咕咕咕咕 就冲了出海了 船上最后一海浓 是最后一海浓 与一海浓 与一海浓 又一个海浓 哇,阿里吉不及袋就立刻衝上去了 这个怪兽岛又神奇,景色迷幻又漂亮 大家都很心急,很开心 吉不及袋地冲去找这些奇珍异兽 哇,很多奇怪的动物啊 这里的动物很稀奇 走的,飞的,跳的,全部都奇奇怪怪 阿里兴奋到,面都红了,心跳的 拿起网,冲过去就想捉它们了 谁知,咚一声,它竟然跌了进一个大洞里面 啊,阿里跌了进去,一路爬,一路爬,手脚并用地爬 啊,那样爬,又湿又黑,整地都是泥巴,弄到它整身都脏了 其他人无论在外面怎么叫,怎么找 阿里,你在哪里啊,你去了哪里啊 大家都找不到它 阿里爬下爬下,终于看到,前面就是出口了 啊,谁知道,阿里爬下爬下爬下爬,它一抬起头发现 哇,干什么事啊 有千几只眼看着它,大家都睁大嘴,露出很尖的牙齿对着它 救命呀救命呀 眼前这个情景实在太恐怖了 吓到阿里呱呱大叫 还在那里哭 由一只怪兽走过来 抢了他的外套走 另一只就过来抢了他的衣服 然后又另一只 见到他对鞋这么有趣 又拿了来着 然后不同的怪兽都走过来 跟他说不同的语言 阿里想求救 但是又听不明白他们说什么 最后大家抢下抢下 阿里全身的东西 三副鞋物都被他们抢走了 阿里立刻逃跑 很想快点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怪兽又不放过他 一直追啊追 又跳又飞地追着阿里 走啊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阿里终于见到他的同伴了 咦那个不是阿里 他的同伴见到他都很开心地迎接他 怎么知道 后面的奇珍异兽完全不肯放过阿里 一直追 还连他的同伴都一起追 大件事啦快点走啊 他的同伴和阿里就一起 拼命地逃跑 他们一扑一扑地离开了这个岛 什么奇珍异兽都不想要 只是想保住条命而已 他们终于去到岸 见到船了 就立刻冲上船 然后拼命地爬 想快点逃离这个可怕的怪兽岛 他们又一个弯一个岛地逃离 最终阿里回到家 心还在那里 很害怕地跳的时候 他一抬头打开门 为什么连家里那些奇珍异兽都造反呢 连家里那些奇珍异兽都张牙舞爪 好像要扑向他一样 哇 救命啊 阿里好怕 转身就逃跑 哪个都拉不住他 他好像发了癫一样地走 他一路跑一路跑 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那些小朋友追问那个流浪汉 但是那个流浪汉就正是摇摇头 摆下手 表示他已经不想再说了 然后他就继续唱他想唱的歌 慢慢地走向城市的另一边 这个故事这样就结束了 大家猜猜 阿里最后去了哪里 做了些什么 而阿里还喜欢这些小动物 或者奇珍异兽呢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动物的呢 又会不会喜欢一些好特别 好稀有 好像阿里一样 喜欢一些奇珍异兽的呢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 你们喜欢动物的方式 又是不是好像阿里一样 一定要捉捉到他 捕捏他 捕捏他 捕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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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利用他 来到去制造自己的衣服 去装饰自己的房子的呢 各位小朋友 有没有想过 其实阿里 爱这些动物的方法 是不是一个合适 正确的方法呢 一个合适正确 爱动物的方法 究竟是怎样的呢